昨天我们也说有一档新布局的是 2XXX 然后今天刚刚盘中最高 来到95块半 今天要跟大家公开了嘛 是 欢迎来到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坚持直选金品股 并且是最能掌握股市金品股的 郑瑞宗分析师老师好 Amy好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台股大盘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最低在21,643点 最高目前是来到21,796点 指数没有续涨 在这个量缩之下 重点就向郑瑞宗老师提醒投资人的 我们要放在哪里 个股上 尤其郑老师有公开预告给大家的族群 像是设备 水冷 车用 果然都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投资人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就跟上来 一定要务必把握好我们节目后的专线电话 还有郑老师的Lite 记得一定要加起来 节目开始我先告诉大家 Lite的ID ID是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记得在节目结束后我们都会有留言通关密语 有没有还有今天是什么呢 周末福利锁定好节目了 时间交给股市导人 郑瑞宗老师 Lite赶快给他加进去 好重要哦 这个盘中的文章很重要 是 那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候呢 指数小涨60几点 预估量也是有够少 是 2400亿 哇真的是量缩 那我想下个礼拜四之前大概都这样吧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昨天说什么 昨天说美国8月份的CPI的指数年增率剩下2.5% 对 持续迈向2%的通膨目标 但是因为核心的通膨数字有比较僵固一点 还在3%多 所以市场 大概共识就是说 9月19号台北时间了 那大概降息一码的几率已经高达7成到83% 我认为这个几乎就是定局了 大概就板上钉钉 就是降一码 就是降一码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揣测说 有没有机会两码 就不用想太多了 大概就是一码 随量缩一直到降息之前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 昨天都讲过了 那黄仁勋呢 在高盛的技术论坛也盛战台积电的 晶圆制造技术遥遥领先 口头上虽然说 我们也是会考虑找别的供应商 但他又跟你说 但可能平时会下降 那是开什么玩笑吗 就不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可能就说 Intel可能跑去找他们的政府 说抱怨一下说 大家都跑去找台积电 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美国制造 怎么生存的下去 所以可能这些人就表态一下 我们愿意找别人 问题是你就做不出来 所以台电的优势其实大概这三五年是你打不破的 无人可取代 所以我就说以台电资本支出 2020年5500亿的台币 2021年是9600 2022年是最高峰1.16兆 那这个高峰有可能在明年会突破 2023年将到9730 今年大概是1兆 所以其实过去大概都是9600 9700到1兆 只有2020年的时候比较低 那明年大概市场法人预估说 可能上看360亿美金到400亿美金 大概就1.2兆 所以明年资本支出他有机会创历史的新高 是 那因为全球都需要他嘛 三星的什么3奈米的良率说好像连10%都不到 所以他当然接不到订单 这不是什么台积电去抢你们的声音是你们自己不争气 那Intel根本就做不出来 是 所以呢 台积电是被客户追着跑 所以现金封装的产能是严重的供不应求 所以明年要扩一倍 这是既定的事实 是 我给大家讲几个数字好了 好 Coverse的产能到今年的年底 大概是4万片台积电的 那当然 实际产出大概3万6000片 那明年要扩一倍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扩大大概7万片到8万片 这是明年的目标嘛 但是据我的了解 我都会跟那种台积电的真的是超级专家 常常在请教 大概的后年的目标是13-14万片 现在才4万片咯 对 哇 翻好几个 实际产出今年才36000片 嗯 几乎等于是明年一倍 后年再一倍 对 所以你就知道就相关设备股 其实真的是再来就赚翻了 嗯 真的是赚翻 是 所以设备股你说强不强 今天比如说3131的红素 红素 啊 昨天涨停板 今天最高来到1975块 是 这真的是一路就涨回来了 嗯 突破月线继续往上 离前面高点就越来越接近了 是 然后昨天大量涨停板 对 你看现在股价 哇 这个几乎也是很强 刚刚也是几乎快要涨停了 嗯 差一点点 也快涨停了 嗯 然后我们没有买的另外一档超强的万润 嗯 这个今天 也是涨停板 也是创新高啊 对 6187的万润 对 就很多了 就是 你会发现就设备股是强的不得了 是 所以其实你记得前天窒息量 刚好那个Amy没有来上班 对 躲起来 那天2000出头亿 嗯 跟今天其实没有差错 今天2400亿也是很少 嗯 但那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看这个市场最低迷的时候 没有量的时候 是 有三个族群强的不得了 嗯 钱都跑去那边 代表未来一定是主流股嘛 嗯 那一天我就说有三个 一个叫设备股 对 多大涨 是 一个就是随人股 昨天高盛也看好嘛 没错 另外一个就是车用股 今天其实也很多啦 嗯 那因为我今天时间真的不够 我可能就快速大概念一下 比如说耿鼎啊 乙胜啊 宜利殿啊 永兴啊 东阳啊 胡莲等等 今天也是通通大涨 嗯 所以就是 就是说你一般就是说 其实当市场低迷的时候 嗯 钱怎么还是很继续往这些族群跑 就代表他们后面是最强的 是 所以再来你就发现 资金会一直绕在大概这三个族群 嗯 至少我看到未来这一两个月大概都是如此啊 是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说我们常在讲钱往哪边跑 行情就在哪边 嗯 啊没有钱的族群就一滩十岁你要怎么玩 对 那钱那些钱又比你聪明 嗯 所以那些钱往那边跑代表他们看到了一些你没有看到的利多嘛 是 人家说钱有四只脚嘛 嗯 他跑的特别快嘛 嗯 所以跟着资金跑你总是可以找到主流 是 那我们至少就说哎 这边都有啊台电设备股就是台积电那一直资本之处一直资本之处 就涨到2100回挡个500块钱现在又涨回来了 又马上回来了 嗯 就是因为人家后面那个台积电的资本支出还是太庞大 嗯 所以主流是不会变的 对趋势太明确了 嗯 所以以红素来说 昨天 就涨停嘛 对 3131 那今天盘中高点1975涨3.1% 其实离高点214点很近了 嗯 那我说这一波突然间涨上来是因为我接到最新的消息是说 原本啊 今年它出货量是100台 嗯 然后 很努力在扩产但是并不容易 嗯 那台积电的订单就对于它跑 因为台积电要COWERS产能要增加一倍明年 台积电主要失智程的供应商 嗯 就是红素 是 所以如果说红素 没有办法交出那么多的产能 很抱歉 台积电它就没有办法扩一倍 所以红素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嗯 很重要 所以原本今年出100台 明年估计是可以到120台 但是它这一次 大幅度上修明年出货量 就是它的总产出啦 可以上开150到200台 150没有问题 是 200台 拼一下 努力一下 目标 嗯 所以大幅度上修 是 所以上一次是在预期说出120台就涨到2140了 就打下来跌了555块钱 嗯 现在大幅度上修明年的产出 哇 那那当然这个明年获利 呃 今年是大概30到32 明年获利45到50块 我想乐观版本超过50块 嗯 然后台电订单早就满到2026年 2026年的目前的法人这边的数字 预估大概是70块 是 嗯 持续上修 嗯 台电扩产的最大收惠者 嗯 所以呢 目标价也要上修嘛 所以前一波可以涨到2140 当它数字上修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2140 我相信很快就会过了 是 我们当然是不能给大家讲目标价 但是台股一堆 以前一堆高价股 什么3000、4000、5000、6000的 嗯 我相信未来 红素在台电的供应链里面 扮演一个最关键的角色 是 它股价不会只是二字头 嗯 我相信 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趋势 是 那这个部分因为股价真的很贵 一张几乎快要200万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前两天 那我们高资产的会员 对 大资金的 就进场做布局 是 有买到一张、两张、十张的也都有 嗯 所以这个 就是 就是我相信它会是未来会是最强势的高价股值一 好 所以高资产的朋友其实你应该要买就是这种标的 嗯 然后呢 大量昨天是涨0.85.3 今天最高涨9.1% 它来到93.1% 嗯 3167的大量 那这一波从99块半回到最低75块多也回了不少 是 但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回档过程一直告诉你说这回档是要给你大买 要给你大买 要给你大买 有 呵呵呵呵 我们并没有因为说它股价拉回 我就 啊 赶快去讲聊别的 没有嘛 是 因为我真的非常看好 对 郑老师是公开暗示 呵呵呵 那因为呢 CORUS的设备是刚刚才刚开始拉货而已 出给日月光 日月光就是台电的供应链 是 然后明年的出货量又是今年的三倍以上 今年估计赚四块半 主要都赚在下半年 明年可以上下八到十块钱 嗯 所以本益比跌到七八十块的时候 本益比真的是连十倍都不到 嗯 那红素 君华 君豪 一堆本益比五十倍 六十倍 七十倍的 这种刚打入台电供应链的CORUS的设备厂 本益比就十倍 嗯 那你不觉得空间很大吗 对 所以我就说 他只是说现在一个CB的转换期 嗯 等你转换差不多之后 是 因为转换期很尴尬 就股价低人家不愿意转 股价太高人家又舍不得转 对 就慢慢等 嗯 那公司不想还钱 希望你赶快都换成股票嘛 嗯 所以股价也不能太差 那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位置 等到通通转换完毕之后 我认为股价就喷出去了 嗯 这再大量不能持续的看大号 嗯 竹生科 我昨天印资料的时候没涨停 但尾盘是收涨停板嘛 对 就是我说台积电供应链6XXX 昨天我们就公开了 对 那今天早上来到228.5元 哦 那也是创了一个挂牌的新高 那目前股价是稍微翻黑跌一点点啊 嗯 但是股价仍然是持续创下挂牌的新高 因为新股上市这创牌真的非常干净 是 8月营收创新高 第四季又是今年最旺的营收一路往上 嗯 毛利率在第三季 第二季 保险第二季的营收 毛利率是来到54.79% 其实过去毛利率一直维持在五六十%了 这个真的非常厉害的股票 嗯 那我也常讲 毛利越高公司本益比越高 台股放眼全球股市 大概都是这个现象 是 就你的利润越高 表示你竞争力越强 你可以享受越高的毛利 本益比 所以毛利越高本益比越高 是 那以现在来说 明年大概可以赚十块钱 本益比我们买的时候是186 本益比不到20倍 现在到20倍出头 那它又是台积电的供应链一样 就是说你台积电相关设备厂 过去设备股是本益比最低的 是 都十倍 嗯 但当发现说台积电 进入一个大过产的时期的时候 这些本益比都开始从十倍拉升 到五十倍 六十倍 七十倍 嗯 所以像竹森科这种本益比只有二十倍的 我相信这个只要到三十倍 二十倍到三十倍 你就想成二十块涨到三十块钱 对 哇 这样就涨五成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股价是 可以标五十%的一个标股 事实上186买到今天28.5元 这样获利也42块 半也22.8% 对很快 所以其实你看不到一个礼拜 大概一个礼拜整 嗯 大概下礼拜应该很快就可以赚超过三成以上 哇 昨天我们也说有一档新布局的是二XXX 对 那昨天早盘买大概两三%的时候 嗯 收盘涨停吧 哇 对直接锁涨停了 所以昨天一买就赚了 对 然后今天刚刚盘中最高 来到九十五块半 嗯 那以现在来说其实 今天要跟大家公开了嘛 二零七零的精湛 啊 不好意思现在又涨停了 现在又涨停了 对又涨停锁住了 所以昨天买的大剑已经赚大概17% 而且呢也是创下挂牌的新的天价 嗯 才两件哦 那它的八月份的营收大增68% 是 所以营收大好 而且呢它一个最重要的题材是什么 它是红素的外包厂 嗯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红素产能是非常的吃紧 对 所以它可以把产能上丘 其实某一大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外包厂的协助 靠自己扩散 买乎来不及 嗯 所以外包厂是明年红素产出产能成长的主要的一个因素 是 那精湛的部分呢 它就是红素的外包厂 嗯哼 之一啊 之一 那八月份已经大幅度的成长了 那明年我认为就是超级乐观了 因为光是帮红素做代工 其实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题材 嗯 所以呢 像这种才刚开始标的 股价连100块不到 不像人家是2000块的 是 那以股价来说 先创下挂百姓高嘛 嗯 上党没有任何反压 股本又小只有3.5亿啊 嗯 又是红素的代工厂 对 那这个 小股本 你说这个搞不好从标股直接变成腰股 哈哈 真的非常厉害 标股变腰股 对所以也是就是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昨天早盘 你看昨天买在这个位置哦 对 这个可能听众朋友这个看不到画面 你可以去看看YT啦 嗯 我买在大概9点半不到的时间 买在这个涨2-3%的时候 嗯 嗯 昨天涨停今天又涨停吧 是 这个就是标股 腰股的威力 嗯 那当然你还是要买对 题材买对方向 对 买台电的相关公链就事半功倍 是 那你现在要去买平盖股 那你就 因为那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太新的题材了 嗯 然后联均的部分今天是慢慢来到177块 是 3450的联均 那股价好像已经电高到178了 持续电高了 是 然后今天是翻盘第8天 不过我今天仔细看一下 他这次是要翻盘12天 所以还有后面还有4天 嗯 但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所以股价我想跟这个183.5元的高点 刚刚说178嘛 是 是 插口扣 嗯 他随时要过关了 因为8月中创了历史新高 9月份会加速成长400G的部分加速拉货 嗯 他再来就是光通讯成长动能第一强 首选中的首选 光通讯CPU的首选 是 这个看法都没有改变 现在是翻盘交易 但股价持续跌高 嗯 然后散热股 高利部分呢 我们是买364 今天早上平盘398附近 我们这边就获利先出一趟 是 获利换口袋了 对 那就大概赚个三几块钱 嗯 也是不错 很棒 嗯 那等到他那样说拉回 因为现在刚好卡在一个 季线的一个均线的反压 是 所以我想就是说 短线长到这边 让他稍微先修整一下 嗯 有拉回或者突破要买再来买 对 那资金就转进全新的标股 新标股 对就一档接一档嘛 是没错 转完一档再一档 是 一档接一档转 新进的有两档 一档是盘中买进的四叉叉叉叉 四开头 嗯 买完之后买大概三四% 也是收涨停 哦 那刚刚我们提到说 金站是红束的外包厂 对 那这一个四叉叉叉叉 是另外一家半导体设备 大厂的外包厂 哦 所以呢 九月期营收会开始大好 是 会开始大好 那股价刚好有回档了两个礼拜了 嗯 所以第一档起涨 第一根 嗯 跟昨天金站一样 一买就赚钱 也是一支腰股的代表吗 老师 对这也是腰股的代表 这是另外一档腰股 是 那另外呢 还买一档五叉叉叉 哦 五开头 那今天也是盘中买进 然后我看一下 刚刚这个股价也涨到了 大概超过9%了 嗯 那他两个题材 一个是车用的零五件 刚好进入旺季 是 所以刚刚有提到嘛 车用也是三大主流之一嘛 嗯 没错 那另外GB200的机柜 也要开始做拉货 因为GB200准备要出货了 所以他双题材的标股 那当然这股价也会 很有看头 是 帮大家挑的都是趋势上有素质的好股票 太棒了 所以呢 再来快要中秋节了嘛 嗯 9月份我认为就要变盘了啦 是 越来越标 9月份这些标股 带大家上太空一起去赏月 没错 要跟好跟紧了 今天是周末福利哦 对啊 大量红素 金蘸竹筑生科 党党喷嘛 是 是 好 那如果说你想要跟上这一波新的主流的 要 那听众朋友们 是 欢迎你就直接来来电 然后祝郑老师中秋节快乐 是 你就可以有享有就是中秋节的最大的福利 最大的优惠 并且下个礼拜带你 买进最新一批的标股 那如果说是YT网络的朋友 你就是搜寻孙老师的LINE AT 小老鼠S108178加入之后 在我的LINE里面 你不要潜水 你要留言加1加上你又电话 享有最大的优惠 并且跟上最新一批的大标股 谢谢老师 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好跟紧 一档一档 让郑老师带我们转上去 赶紧跟上脚步 郑老师的LINE AT先加起来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飞碟的听众朋友 直接打电话进来 电话就要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股市答案张瑞宗老师 谢谢大家总不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测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